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老黑频道,实在不好意思啊,拖了这么些天才更新啊,因为这过去几天呢,我在紧锣密鼓的在处理一些事情啊,然后呢,精力有点分不开啊,所以说更新暂时断了几天啊,今天更新一起吧,嗯,就是说我现在的事情呢,有些进展啊,心情稍微放松,来盘检一下这几天的热点啊,不好意思啊,有点热啊, 夏天到了啊,先看第一个热点新闻吧,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特别是,嗯,关注海外这些信息的,嗯,哪里啊,厄华多尔,现在不对中国勉强了啊,由于通过厄华多尔走线进入美国的中国游客太多,厄华多尔宣布从2024年7月1日起,停止对华勉强啊,7月1日起啊,那就是说, 还有个10天时间呢,啊,明天20号,20号到30号啊,还有11天啊,要走的赶紧走啊,7月1号就开始暂停免签了啊,还挺厚道,还知道提前打声招呼啊, 然后关于其他的一些免签的信息啊,5月4日起,古巴对中国免签啊,以前中国护照去古巴不需要办签证,但是要买旅游卡,现在是啥都不需要了,但是要注意不要从美国直接飞古巴,这违反美国的法律啊, 然后呢,中国的护照啊,中国跟新加坡免签,免签长度是30天啊,你说这个签证不签证,免签不免签,我告诉大家啊,公平讲啊,你上辈子你无论你做了什么孽啊,你这辈子你只要持有一张中国护照,你这个债算是还清了,你这个孽算是还了啊, 哎,其实你要说这个中国啊,外国啊,哪些国家啊,好,坏,有些国家呢,你公平讲,按照这个国家这个治安程度啊,呃,这个经济发展呢,有很多国家比中国还烂,但是呢,他们的护照比中国护照好使,你找些说理,你没办法找些说理去啊,你就比方说现在的美国跟加拿大现在问题也很严重啊,马上跪回咱们再聊这话题, 就是说,但是人家这两个国家互绕就好用啊,那从7月1号以后啊,想要再去美国的,这条线终于断了啊,呃,我个人我也觉得这条线非常的不安全,有网友就咨询我,说他要带着闺女啊,呃,去拉多走线去,去美国,我说,如果是刚开始啊,早几年,民主党刚上来的时候,你走线行啊,运气好的话就直接就是一路过去了, 但是现在这是一条生意了,什么生意啊,之前啊,走线,可能过去一年两年,呃,就是两年三年前走线的话,沿途是各种做这些走线客的生意的,给你卖水,给你卖烟,给你卖方便面啊,后来人家觉得这个,给你做生意吧,赚的少, 还有更暴力的买卖,干嘛呀,直接抢啊,走线客直接抢啊,在巴达马雨林地带,你找谁报警去啊,你会说西班牙语吗,你知道怎么去描述吗,那都是村里边,村里之间相互那个,人家也知道,这些走线客抢了白抢,咱不光说是中国,其他国家人抢了也白抢啊, 那所以说就不建议去了,啊,就不建议去走线了嘛,现在这,终于说这个通道也算是关闭了啊,呃,美国这边呢,可能对于今年大选,这个选票啊,够了,你说去走线的,去申请庇护的,有几个,痴人嘴短啊,得投这个民主党啊,是不是啊,这是今天咱们聊的一个话题啊,咱们再聊第二个话题啊,跟沙特啊,美国, 沙特与美国签过这个石油美元协议啊,已到期不再续签啊,这网上怎么说的吧,网络上将美国和沙特在1974年6月8日签订的双兵协议称为石油美元协议的说法不准确啊,该协议中呢,没有提及石油和美元交易,也并非如网传所说那样具有50年的有效期啊,然后呢,现在就是沙特啊,与美国长达50年的 石油美元协议啊,就是说不再,就是以后就是我可以多币种的出售自己的石油了,包括人民币,欧元,日元啊,未来还会再扩大啊,这个背景啊,美国为消除原油作为经济武器的作用曾在1974年啊, 让这个财政部长去沙特啊,秘密说服沙特领导人将贩卖石油获得的数十亿美元的收入投入美国国家作为回报,美国将允许 从沙特购买石油,并向沙特提供军事啊,武器援助啊,这是一个,背景是双方设计,就是一个秘密协议啊,默认的啊,潜规则之下的 现在呢,沙特说我们就是之前的潜规则啊,就不再有效了,潜规则明规则,像那个什么厄瓜多尔禁止中国人免签入境,这就是一个明规则啊,像这个之前沙特呢,就是以这个石油美元经济呢,这是一个潜规则啊,现在就是公开说之前的那个潜规则那一天我们不玩了,那这对于美国影响力是很大的啊, 就是美元呢,它对于这个全世界的,它这个掌控的能力呢,也是在逐步的缩减,因为这个美国它这个信用,美元的信用是逐步的降低的,你最早美元啊,美金跟黄金挂钩啊,那时候是美元这个啊,这个信用是最高的,也没怎么贬值啊,后来呢,肯尼迪时期还要这个,这个把这个什么,呃, 石油,把美元啊,回,回归这个重金属本位啊,不管是金本位啊,就是说的,美量逐渐了之后嘛,就逐渐就脱离金本位了啊, 以国家信用背书,那,权力不受监督的影响是什么呀,美元,我想印多少就印多少,美元实际上它就是美债,每个持有美元的人都欠美国的债啊, 那么现在,呃,美元它这个信用也是逐步的降低啊,就是说,在1974年还能够通过锚定石油,来去增长这个美元的信用,但是今天这个,呃,这两天啊,前两天啊,这是新闻串烧啊, 沙特说,我们不再,就是说,以美元锚定了啊,口头说啊,那就进一步的表明美元的这个, 信用下降,美元指数呢,前几个星期还挺坚挺,现在呢,又越来崩不住了啊,到了一个支撑的位置,又开始往下降了啊,美元, 我今天我就预测嘛,我说什么呀,我说靠印刷货币来掠夺民众的时代,就快要终结了, 因为人人都知道这怎么一回事了,上初中的时候就知道什么叫通货膨胀,现在还不知道通货膨胀吗? 自己的物价从2021年到现在涨了两倍,自己心里没点输吗? 你这个购买力,过去那一百美元到现在,2021年一百美元你在超市里买多少东西, 到了现在你再去超市一百美元买多少东西,啊,咱不说美元了,欧元人民币,你去超市里逛一圈, 你算一算,能买多少东西,这都是法币他通过印刷,他不受监督吗? 印刷厂不受监督吗?我印出来多少?啊,我逛到市场里面,这个货币就贬值多少? 好吧,这是今天咱们聊到第二个话题,再聊第三个话题,啊,就是最近啊,这段时间啊,北美,嗯,很多人心心心心念啊,去美国加拿大, 其实现在的美国加拿大呀,有很多人也往外跑,就是,有一个妈妈她是这么跟孩子说的,她说孩子呀,现在这个加拿大呀,已经不再适合,呃,就是一个真正的人才的发展了, 说妈妈希望你长大之后能够离开加拿大,这是一个加拿大的妈妈跟她孩子说的话, 加拿大现在这个就业环境啊,税收环境啊,政策呀,特朗多呀,小土豆啊,搞得是迷迷沸腾的,啊, 第二个画面呢,我是看到了一个美国的85后,啊,85后呢,也是落腮胡子了,啊,年龄跟我差不多,但是看起来比我衰老很多,我如果说这边没有白走吧的话,我胡子刮干净,我说我今年28岁,别人也信,对吧,但是就是说,那个美国的85后看起来就很苍老,录短视频啊,抖音啊,一边录一边哭啊,说我,我现在我觉得我吃不上饭了, 啊,我怎么对得起我的妻儿啊,啊,美国的有产阶级啊,美国有产阶级,它为了维护现有的这种生活,要付出非常高昂的生活成本啊,另外呢,还有一个朋友,他说在美国加州,呃,税得交多少税啊,说这个税,纳税加起来呢,是40%出头,然后再加上10%的消费税啊,50%以上的税,嗯, 所以说呀,现在啊,你说哪里好,哪里不好,都一样啊,都一样啊,国内有国内的问题,国外有国外的问题啊,站在中立角度,客观分析事情,分析问题啊,好吧,那这期节目的就消失那么多,感谢大家,下期节目,再见